2017年刚刚过去 在过去的这一年中 咱们中国在军事上取得了 众多令人骄傲的成就 接下来我们就来简单盘定一下吧 首先就是咱们的歼20 它是我国最为先进的一款隐身战斗机 即便是全世界来说 也位于最顶级的层次 在2017年的3月 我国证实歼20已经服役了 到了岁末 歼20也开始投入了量产之中 这代表着在未来的海空领域上 这些胆敢挑衅中国的国家 都要掂量一下自己有没有那个本事了 第二件大事 就是我国001A型航空母舰的下水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这才是我国真正的第一艘航母 它在我国的军事发展中 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同时还标志着我国拥有了 自主研发航母的实力 走上了海空强迫的道路 第三件大事就是我国空军的作战飞机 首次穿越了对马海峡 在2017年12月18日这一天 无空军飞行员驾驶者 轰6K 苏30MKK等机型 飞越对马海峡 进入日本海空域进行训练 此次飞越对马海峡 标志我国已经突破了 日本第一岛链的能力 而且我国空军的作战范围 已经覆盖了整个第一岛链 这表示日本千辛万苦 所打造出来的第一岛链 已经形同虚设 日本对此感到很是担忧啊 我国在2017年 所取得的军事成就 还有很多很多 因为时间有限 这里就不一一跟大家介绍了 如果你还知道 中国在2017年 还有另外的军事成就的话 不妨在评论区里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番吧 感谢您的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